大家好,我是张博文,我又换手机了 这次给大家看的手机是诺基亚的又又又又一次的回归之作 这么说的原因是尽管去年诺基亚在全球市场发布了十多款手机 但在中国市场只发售了三款中低端机型 这三款机型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印象 产品也不够亮眼 平庸可能是现在诺基亚面临的最大问题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手机是这一款 诺基亚7plus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来看开箱吧 这个开箱箱里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 就是手机本体,还有它的充电线以及充电头 我稍微有点惊讶的是 诺基亚在随机的配件中竟然附赠了一个3.5毫米的耳机 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厂商会在这个手机里随机付到耳机了 拿到这个机器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机身做工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坚固 这个机器简单来说一共有两个亮点吧 一个是它的机身做工,一个就是它的菜丝镜头 我们先说说机身做工 诺基亚说用这个CNC的这种切割加上它这个涂层工艺 做一个这个的手机外壳需要整整17个小时 当你拿到这个手机之后 你会明显感觉这个机身做工确实超乎现在同级别其他所有手机的 首先就是金属涂层感觉非常温润 会给你一种塑料和陶瓷那种温润的质感 不会觉得金属过于冰冷 但是它边框的这个位置的高光倒角又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整个机身的做工质感非常精致 会让你觉得这个机器真的很贵 另外在机身切割上它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把前后两个地方的机身都做了一个相对来说的收窄 在全面屏的外面也做了一个金属涂层 先来说一下这个机身性能吧 它用的是骁龙660处理器 算是现在目前主流的这种中端智能手机一个处理器 基本上这个处理器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性能够用 然后它的功耗控制也会比较好 因为它机身增大了 所以它的机身内置的电池也变大了 它用的是3800毫安的电池 这个电池容量能让你使用一整天都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在使用的过程中也确实是没有遇到什么续航上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它诺基亚我觉得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它就用了一些经过一些细微的本土化定制的安卓原生系统 它的系统非常流畅 你也不会觉得它的系统由外非常山寨 它基本就是原生的安卓 当你在用一些中国本土的应用的时候 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本土的应用还是做的很好的 就是本土化应用很方便 不会让你觉得这个系统非常臃肿 它还是轻量化非常流畅 我觉得这款手机依然是一款没有太多槽点的手机 当然可能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最后的价格问题 当我们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价格 按照诺基亚的惯例 这款手机价格一定不会低 当然我觉得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它呢 你可能是那种对OPPO VIVO这些同级别产品 并不太感兴趣的消费者 你希望你能和别人用不一样的产品 诺基亚7PLUS会是一款相当不错的选择 它有比较好的蔡司双摄 它的性能也完全够用 更主要的它也终于赶上了潮流 用上了全面屏 另外它最大的亮点还是它的机身做工 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用视频展示的 当你真正用手摸到这款机身 去碰触到它的涂层 去握持到这个机身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机身的质感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用一天的时间 对这款诺基亚7PLUS的相机进行测试 而且专业模式给普通消费者 提供了比较好的相机可玩性 这是我在办公室周围拍的照片 我们不准备对这个样张做太多的评价 至于画质究竟好不好 看你自己的喜好来判断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我们其实一直在期盼诺基亚 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真真正正的旗舰手机 我们真的希望它有最顶配的旗舰性能 最顶配的摄像 最顶配的机身工艺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说 当年那个诺基亚真的回来了 经过去年一年的整个新机发布的历程 再加上今年这款诺基亚7PLUS发布 诺基亚旗舰也许真的就会在今年就会到来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等着它吧 我叫张博文 下次我换手机的时候 我们再见 他们就不见得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